你 无耻小人 竟敢如此抹黑我 云阳又传了个遍 大家都在议论少夫人您 当众摔跤晕倒的事 到底是谁在假冒欢喜仙 你说造谣就算了 这画技还这么拙劣 眼之犹如我欢喜仙的名声 少夫人 这画是何意啊 我是说 你看看 你看看他把大公子画的 这么丑 实在是犹如咱们李家的威望 你再看看这个 其他人画得都跟猪头一样 怎么只有 原来是你 大公子交代过 让少夫人好生修养 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欺负到混 天喜地的熊西肉头上 岂能善罢干凶 走了 把画本撞 少夫人 是 走 走 走 快走 走 走 春丽 你说我接下来该画些什么好呢 小姐 奴婢总觉得这样不妥 有何不妥 她雄西弱整日装模作样 难道就不许我拆穿她的真面目吗 但是这件事情 关系着整个礼府的名声 宫爷和宫爷夫人表面没发作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画作 是出自礼府中人之手 不想打草惊蛇 说不定已经开始暗中调查作画之人了 一旦事发 虽然小姐地位遵崇 他们李家不敢把您怎样 但是咱们毕竟在礼府 小姐以后该如何自处啊 宋庆 原来是你 皇叔 皇叔 什么不是你啊 我只是在跟你打招呼而已 我 我没跟你说话 我是在跟春莉说话 画技拙劣 说谎也拙劣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你看看这个画本 看看你的模样 再看看戴儒儿的模样 再看看我雄细弱的模样 全画本里只有你最美 唯独提到你的词全是一美之词 再愚笨之人 也知道是你宋庆所为 我倒觉得 这画做得分毫不假 说到底 你就是嫉妒本小姐的容貌 外面藏着什么呀 有本事 别词 皇啊 还我 看来 宋大师又有新作了 瞧瞧 还没画完呢 你还我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话的又如何 你把画还我 行 算你敢作敢当 只要你向公爷和夫人 亲自承认错 向李府上下成亲谣言 我就不计前嫌 你个女骗子 是你非尽心机 抢了我的夫婿在先 我画这些画 就是为了当众揭露你的真面目 我也免除害 你这个小毛孩 你 你现在已经知道是我画的了 只要你离开大公子 本小姐就答应放你一马 替你澄清 我倒是想 你自己去问问大公子 她舍不舍得让我走 你 好 既然宋小姐不愿意澄清 那我只好自己去公布真相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收手 你还给我 给我 给我 怎么办 你敢打我 放开我 三爷 瞎 瞎我 我 这不是松沁那婢女吗 着急忙慌地干什么去啊 去是说了什么事吧 走 去看看去 我 你松手 你 我的人 打死你 你敢打败小姐 我跟你拼了 是你心动的时候 还不让我坏手了不成 梁卫这是怎么了 小姐 别人打了 小姐 别人打了 娘 你看 你不过来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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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快 哪